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特朗普上台后怪招评出,去年以来,屡次要求韩国支付驻韩美军的军费,数字高达50亿美元。 韩国虽然不想给,但也不敢不给,双方多次谈判,特朗普一口咬死,一分不能少。 韩国夫人表示愿意支付驻韩美军的部分生活支出,一个国家窝囊到这种程度也确实够丢人。 而且美军在韩国的诸多丑闻,也令韩国社会积怨已久。 那韩国为啥不敢光明正大的拒绝呢?非不敢也,实不能也。 驻韩美军自二战结束以来已持续75年,冰冻三尺飞一日之寒,韩国实在有说不出的苦中。 一,驻韩美军的前世今生,驻韩美军从二战结束时开始,当时美苏两军分别从南方和北方登陆朝鲜半岛,解放了半岛。 1948年美国扶植李承晚建立大韩民国,和北方的朝鲜国对峙。 本来美苏两国协定朝鲜独立后,双方同时撤军。 1949年6月,美军全部兵力已撤走,结果后来的是人所共知。 战争爆发了,为了维护韩国这个桥头堡,美军再度登陆。 1953年战争结束后,韩国瑟瑟发抖,死拉活摘得和美国签避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 条约规定,两国任一国遭到第三方攻击,双方都要共同协商,共同对敌。 就是这个条约,从此奠定了美军在韩国部署的法理性。 战争结束后,美军撤走20多万人,留下5万多继续驻扎,成为维持李承晚政权的军事支柱。 那时候李政权又穷又弱,美国自己出兵出钱出武器,李承晚一个大杂也拿不出来,双方关于军费问题倒还相安无事。 尼克松上台后,由于越南战争把美国搞得狼狈不堪,尼克松决定从越南和韩国同时撤军。 这引起任总统朴正希的万分惊恐,不惜派人到美国贿赂国会议员。 1977年卡特上台,声称不干涉韩国的人权和政治,而且韩国的兵力已经超过朝鲜,美军在驻扎游损国际名声。 大家不要觉得卡特是个另类的好总统,后来有关部门重新估计了朝鲜兵力,发现竟然比韩国多十几万人。 卡特立即乖乖地表示,为了履行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无限期冻结撤军计划。 到今天,驻韩美军一共还有2.85万人,分别有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通过简单历史脉络的梳理不难发现,美军在韩驻扎有着深刻的国际利益,特别是美国利益尤为重要。 驻韩美军是其亚太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是比驻日美军更加重要的兵力。 那么,问题来了,韩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难道不想真正独立吗? 非不想也,实不能也,因为当年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留下一个天大的bug条款。 二,驻韩美军居然控制着韩国军队。 什么条款呢?韩国军队的指挥权由金韩美军掌管。 这是为什么呢?允许外国在本国驻军已经够耻辱了,怎么本国军队还让外国控制呢? 就算是当年丧权辱国的清朝,被八国联军打得满地找牙,也没有吸烂到这个份上,中国军队的控制权可是牢牢控制在中国人手里。 这还要从当年李承晚说起,李承晚担心自己应付不了北方,干脆把自己那点可怜的兵力通通交给联合国军司令指挥。 时任联合国军司令正是麦克阿瑟。 1954年,李承晚表示仍然延续韩军由联军司令指挥的办法,而联军司令立由美驻韩第八集团军司令兼任。 后来随着多国部队撤出朝鲜,韩军指挥权便合理合法地转移到驻韩美军司令手中。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时间的变化,韩国陆海空三军的指挥权分别交由驻韩美军的三个军种最高长官负责。 20世纪的下半叶,由于半岛上空一直阴云笼罩,朝鲜一直维持着强大的军力,这使得韩国不敢向美军锁回军队控制权。 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政治上是对主权的极大践踏,军事上是极大的威胁。 正因为有这个独流的存在,朝韩双方所有关于和平的进程都被驻韩美军制约的无法顺利进行。 前些年金大中总统在任时,推行阳光政策,历史性地访问了朝鲜平壤,半岛形势一度回暖。 但是由于美军的影响始终存在,后来这些阳光政策也就不了了之了。 比如,根据条约要求,美韩两军每年都要照例举行几次军事演习。 什么时间演习,演习什么内容,在哪演习,基本上由美军说了算。 这种演习影响非常恶劣,朝鲜常年拿美韩联合军演说事,甚至把军演的规模、区域当成两国关系的风向标,弄得韩国苦不堪言。 不搞吧,美国不愿意,搞吧,朝鲜又容易生气,太难了,可是又能怪谁呢? 韩国如果一开始就有骨气,不依赖美军,说不定趁着尼克松从亚洲撤退时便能一举解除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就能彻底撵走美军。 韩国的政治家们贪图美军之威,又总觉得仗打不起来,美军不会拿自己怎么样,就这么维持着也行,维持来维持去,弄成现在伟大不掉的态势。 有道是,自己熬的毒鸡汤,跪着也得喝了。 三,驻韩美军对韩国的恶劣影响。 驻韩美军可不是什么善茬,别看只有区区几万人,却把整个韩国社会搞得乌烟瘴气。 美国虽然号称不干涉盟国的内政,但谁手里握着别人家的军队会没有私心,除非他是傻子。 美国在背地里没有干影响韩国内政的事,最典型的就是朴正熙兵变事件。 1960年韩国政局出现动荡,坚持民主化的民主党人张勉通过竞选当上了总统,但很快因为内斗而下台。 这时,军官朴正熙联络一些人,私自调动韩军发动了兵变,当上了总统。 朴正熙调动军队进行兵变,并没有提前请示驻韩美军司令官,这是严重违反条约的出格行动,其严重后果可能会导致美韩关系破裂。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驻韩美军司令官马格德鲁表示,虽然这场调动突如其来,但美军支持朴正熙的军事革命。 马格德鲁这话其实是自欺欺人,表面上他是在说朴正熙这是先斩后奏,美军出于政治道义才同意。 其实,美军为了加强对韩军行动的监控,在韩军各自军队里都派了顾问,这么大的兵变,这么多军队调动,美军事先岂能不知道。 朴正熙事件极大打断了韩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后来1979年,朴正熙被行刺,军人拳斗换在此私自调动部队,在光州镇压了示威的平民,史称光州血案。 据称死于镇压的无辜平民多达2000人,这起血案同样得到了驻韩美军的纵容。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美国根本不在乎韩国有没有民主,也根本不在乎韩国人的感受, 他们想要的只是一个极度亲美,能够控制局面的政治强人。 如果一直这么搞下去,韩国将会变成一个极度扭曲,极度压抑的国家,根本没有前途可言。 韩国社会对驻韩美军产生了强烈抵制,所以有追求,有担当的政治家一旦上任, 就一定会与美国商量收回军队控制权,进而实现美军撤出韩国本土的愿望。 但由于驻韩美军已经根深蒂固,美国亚太战略交缠固节,布局根本不可撼动。 即使是韩国总统想推动收回控制权,撤军也不好办,当年卢武玄上台就曾想收回军权, 并通过不懈努力,使驻韩美军由4.4万人降到2.85万人,就是现在的美军规模。 但随着2010年严平岛炮击事件,一贯没有骨气的韩国军方甚至政府,再次被吓得瑟瑟发抖,美军撤军又被延后。 时至今日,被外界视为最有希望改变现状的文在寅总统,也是继京大中以来,推进南北和解最有力的一位总统,也在积极谋求,收权,撤军。 但路漫漫其修远兮,到底有无希望,谁又说不准。 至于50亿美元的军费,谁都知道,只不过是特朗普丢出来恶心韩国人的幌子。